真言二十七章二十节 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 人的眼目也是如此 阴间是指死人所在之处 满足原文是死满意死保足 灭亡是毁灭之地地狱的意思 眼目的情欲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警戒我们 要对付的三个诱惑之一 约翰一书说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人的眼目和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唯有主和祂的旨意是永远长存 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心 我愿意是永远长存